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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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叫做鄭永昌 李宗盛 我是一名扯鈴表演者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一辈子扯好一件事情 我今年25歲 但是我練習扯鈴 已經有17年的時間 我從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開始練習扯鈴 很多人覺得扯鈴只是一個玩具 甚至很多人分不清楚扯鈴 以及溜溜球 甚至有在表演的時候 有人說我在玩啞鈴 今天我帶著我的夥伴 站在這個舞台上 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17年來我扯鈴的故事 故事要從國小開始說起 還記得我在小學三年級的一個期末同學會 老師要我們表演一項才藝 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非常看重了這一次的才藝表演 我到處打聽各位同學想要表演的內容是什麼 我知道有人表演唱歌 有人表演跳舞 有人表演說相聲 最多人表演的是吹直笛 那時候我非常的苦惱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舞技 以及我的歌聲 沒有其他人這麼好 但我又不想要跟其他人一樣 在台上表演吹馬力有隻小綿羊 這個時候我非常的苦惱 我不知道怎麼辦 一籌莫展之時回到了家 剛好看到我哥哥在玩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扯鈴 還記得那個時候我哥哥在我面前做了一個招式 蛛 蜘蛛結網 雖然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招式呢 但是當時在我面前呈現的時候 我驚呆了 我想說天啊 這個東西也太酷了吧 我想要學 我想要用這個東西 去表演給我的同學看 就這樣呢 在表演的前幾個晚上 我跟我哥哥學了幾個簡單的扯鈴招式 到學校的這個同樂會 去表演給同學看 同學們熱烈的掌聲 讓我感到非常的開心 從那一刻起 我開始愛上了扯鈴 經過這次表演以後呢 我開始愛上了扯鈴 我記得我每天都把我的扯鈴 放到我的書包裡 帶到學校去 每次都利用下課十分鐘的時間 在走廊上練習扯鈴 那回到家以後呢 有時候功課寫到一半 腦筋突然發現了一招新招 然後就會站起來練習 練完了以後再回去寫功課 甚至晚上 連睡覺的時候 都要抱著扯鈴才睡得著 好 那也因為我這個瘋狂 練習扯鈴的舉動呢 不知道 不知道誰給我的一個稱號 叫做最靈活的扯鈴小胖 對 好 那也不知道是誰 給了我一些任務 要我代表我的學校 到外面去參加一些 公益活動的演出 像這場呢 是我人生中的 第一場學校以外的表演 那這個是在南港老人服務中心的 一個父親節的活動的演出 雖然那時候表演的招式非常的簡單 只有幾個簡單的螞蟻上述 蜘蛛捷網 拋鈴等等的 但是台下的爺爺奶奶 看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給我很多的掌聲 讓我那一次 站在台上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玩 也非常的開心 那 除了表演以外呢 我也代表我的學校去參加扯鈴比賽 因為我是全校最厲害的 所以我當然 理所當然要代表學校去參加比賽 但是全校其實只有我一個人在玩扯鈴而已 沒有校隊的支持 就我自己一個人在玩 還記得我第一次參加比賽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 哇 我這次要帶著我的這個夥伴 到這個比賽去 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結果到會場以後 我整個嚇呆了 我看到我右邊的選手 他的扯鈴是直的 而且棍子這樣子 甩甩甩 然後就把那顆扯鈴接回來 看到我左邊的選手 一條線上面 扯著三顆扯鈴 在這次的比賽呢 不要說把扯鈴扯好了 我光站在台上 我的腳就已經在發抖 覺得好恐怖喔 這次的比賽呢 很幸運的 我獲得了第五名的成績 但是其實只有六個人報名 而且最後一個還請假沒有來 這次的最後一名呢 沒有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 而是在這次的比賽當中 我看到了扯鈴更多的 不同的可能性 也交到了非常多 是校隊的朋友 跟他們做交流 一起練習 帶著這些招式呢 回去和我的教練 一同的努力 喔 對了 剛剛說我沒有校隊 但是我有一個教練 非常非常厲害的教練 那我的教練呢 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呢 以前是一名草地曲棍球的運動員 但他其實不會扯鈴 他只會叫我練習而已 所以他是我的教練 而不是教練 耶 好爸爸今天也有來到現場 為我加油 好 那爸爸呢 雖然他不會扯鈴 但是他說的一口好鈴啦 那我記得他講過很多 有關於扯鈴的經典名言 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呢 是他跟我說 扯鈴掉的越多 就越接近成功 練習扯鈴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能小時候都有玩過 可能一個簡單的拋鈴 可能要練習五到十次 你有可能辦法接得到 但是如果今天要去練習 可以參加比賽的招式的話呢 可能要上百次 還是上千次 當然在過程當中 可能會想要放棄 但是我就一直想到 我爸爸跟我講的這句話 雖然當時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就覺得這句話好酷喔 扯鈴掉的越多 我就越接近成功 所以每次掉到地板上以後 我就趕快撿起來 再去嘗試 那也因為這句話呢 讓我在練習扯鈴的時候 不再害怕挫折 而是勇敢的去面對它 在國小的這個階段呢 其實非常的開心 因為每天在學校開心的玩 然後回到家喜歡功課以後 又可以開心的玩扯鈴 但是升上國中以後 漸漸的有了不同 升上國中以後呢 除了扯鈴給我帶來的 辛苦的練習以外 迎面而來的 是台灣教育體制下 寫不完的考卷 以及功課 很幸運的 我的家人沒有把我送去補習班 我可以利用很多課後的時間 進行扯鈴的訓練 但是同時也很不幸的 因為我沒有家人 把我送去補習班 在每一次的考試 往往只能在中段班 也沒有辦法成為老師 心目中的好學生 那常常呢 也會受到一些老師的質疑 像是難道真的要扯鈴扯一輩子嗎 扯鈴能當飯吃嗎 學生應該還是好好的念書 比較重要吧 這些答案在我心中 一直都沒有一個明確的回應 但是我只知道 今天如果我還是很喜歡扯鈴 我必須犧牲更多我玩樂的時間 才能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以及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想我應該做的事情 以及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這樣子 好像是老天爺看到我的努力 在我國中三年級的下學期的時候 接到了一通電話 是來自中國達人秀的邀請 那時候我記得是爸爸接到了 接到以後 以為是詐騙集團 又把他掛掉 然後又再打過來接住 好像真的是 老天爺給我的這個機會 邀請我到中國達人秀 去參加他們的海選 是因為我在國小的時候 一場Michael Jackson 結合扯鈴的表演 他們覺得非常的有趣 但是在被受到肯定之時呢 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覺得我自己做不到 我覺得在國中三年級 下學期 接下來就要面對會考咧 而且在電視前面這麼多人看 我覺得好緊張好害怕 我覺得我做不到 但是在最後家人的鼓勵下呢 我還是開啟了這次的挑戰 還記得那個時候 為了在台上想要有最完美的演出 我給自己訂了一些目標 像是每一個動作呢 我都要連續成功十次 整套表演呢 要成功三次 我才能結束今天的訓練 有時候晚上從六點回到家以後 練到晚上的十點 公園的燈都關了 我的練習都還是沒有結束 然後我爸爸就會騎著摩托車 在我到山上的停車場 在一盞路燈下面展開很多的練習 也許是老天爺真的看到我的努力了 在這一次的比賽當中呢 我很幸運的臨失誤 因為我努力的過程 然後在台上完美的呈現 全場起立鼓掌 評審四個YES通過 讓我完成了這一次的海選 也成功一路過關斬將 到最後的中國打完秀的總決賽 在總決賽當中呢 我比海選更誇張的開始練習 還記得那時候我向學校請了一個月的假 帶著我的扯鈴到上海的體育館裡面 展開一整個月的訓練 還記得那時候每天早上起床的 吃完早餐以後就去體育館練習 練到中午以後吃完飯再去練習 吃完晚餐以後還是去練習 就這樣一整個月的時間 我在比賽的前一個禮拜 累壞了自己的身體 我因為高強度的訓練 在前一個禮拜發燒 然後整個體力都不值 明明在彩排的時候扯鈴就在我面前 我明明伸手出去就可以接得到 但是我就是接不到它 那也因為我這個彩排一直失誤一直失誤 讓現場的很多的製作導演 就已經快要放棄我了 那時候我想說 我都已經花了這麼多的努力 站到這裡了 哪怕是感冒 哪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一定要把這場表演做好 就在上場前一刻我忘掉所有的煩惱 站上台 我一樣把一個動作一個動作一個動作的完成 在這次的中國達人秀的總決賽 我一樣是以零失誤的表演 呈現給現場所有的觀眾 還記得現場當時在表演完以後 全部的觀眾都高喊著我的名字 鄭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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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可惜因為最後某些原因 我還是輸掉了這場比賽 我沒有拿到我心中最想要拿到的這個年度達人 我在台上強忍淚水 在台下的時候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但是我記得我在哭的時候呢 我的右邊送過來一顆泡芙 然後我邊吃那顆泡芙邊哭 而右邊又送來一杯果汁 然後我就邊喝果汁邊哭 那時候我張開眼睛以後 看到我的家人 看到我的導演 看到我跟台灣 從台灣跟我一起去的朋友 他們在那邊前面陪著我 讓我知道一件事情 儘管這次的比賽的結果不理想 但是在這個一個月拼盡全力的自己 已經成為更好的自己 雖然這次我沒有拿到我心中 最想要拿到的那個年度達人 那個冠軍 但是在這一個月密集的訓練 我回到台灣以後 啊 之前那個都幾千人的 這個幾百人的 簡單啦 每一個表演都如魚得水 好 那就在比完這個比賽呢 我很開心 因為我是唯一一組 進入到中國答案秀 總決賽的選手 我很開心的回到台灣 我想說太好了 我的機會來了 一定會有超多的心探來找我 一定會找我去拍電影 啊 有可能 還會找我去很多地方表演 那說不定還會有那個 運動飲料來找我 在我練習過後 哇 來上一口 結果沒想到 回到台灣呢 根本就沒有這些人找我 回到台灣以後 在我國中三年級的下學期 一樣是要面對到台灣的升學考試 因為扯鈴並沒有所謂的高中 有收這個扯鈴的這個項目 所以呢 我回到台灣了以後 呃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扯鈴 要不要持續的堅持下去 那 就在因緣際會下呢 呃 我的體育老師看到 覺得我的身材非常壯碩 那如果你的成績沒有到很好 那要不要你去念體育班 那時候我想說 欸 體育班不錯啊 體育班好像可以繼續練扯鈴欸 但是這個體育班呢 我不是練扯鈴 我是練千球 當時我覺得 天啊 完蛋了 扯鈴只要站在那邊 手這樣動兩下就好了 啊 現在這個千球還要跑步 還要做重訓 我覺得我自己完蛋了 但是呢 我帶著我扯鈴的 呃 這前幾年的練習的經驗 告訴我說 只要有心 其實一定都做得到 在我高中三年級最好的成績 也有在台北市的運動會 在田徑這個項目呢 有獲得了第三名 那 雖然當時覺得 這個東西很可怕 但是實際參與了以後呢 田徑也幫助了我在扯鈴表演上面 增加了爆發力 協調性 以及敏捷性 讓我在高中三年的 台北市的扯鈴比賽呢 都有獲得冠軍 那 也謝謝田徑在這個時刻 加入了我的生活 那也因為我在高中呢 都獲得了冠軍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單獨招生考試 上了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那 在大學呢 我一樣持續堅持著扯鈴 在2018年的時候 我有代表台灣 參加2018年的日本大阪扯鈴大賽 獲得了五項的冠軍 那在2019年呢 我也有代表中華民國 參加中華民國青年大使 帶著我的扯鈴到泰國 以及印度去做演出 我帶著我的扯鈴 到了他一個 他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 就在這樣子 看似一切光明 但是在我心中 其實是不知道 我的下一步 該如何前進 就在我畢業的那一年 遇到了非常非常可怕的 一件事情 那就是疫情 疫情 要大家遠離人群 但是扯鈴表演 確實要大家好好的坐著 往前靠近 才能看完我的演出 就在那個時候呢 我不知道我怎麼辦 那 因為我就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學校的老師呢 都告訴我說 扯鈴表演 以後可能 不穩定啦 那你 可能可以去想想看 還能做什麼 不然我們就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以後應該要去當一個國小老師 我想一想 嗯 好像也有道理耶 那就在畢業以後呢 我先放掉我手上的扯鈴表演的工作 到學校裡面去做教育實習 還記得在這個實習裡面 我沒有一天感受到 我在扯鈴裡面的熱情 雖然學習到很多教學技巧 但我每天最期待的 只有學校的營養午餐 大家也看到身材變得比較胖 在實習過後呢 我陷入了低潮 我不知道我自己應該怎麼辦 那就在某一天滑手機的時候 剛好看到我一個朋友 他正在當兵 這個當兵跟平常的當兵好像不太一樣耶 好像有點有趣 我就問他了以後 才知道他擔任的是這個 內政部的替代義工藝大使團 也是現在許光漢正要進去的那個地方 有女生點頭啊 我是他學長 好 那就在這個地方呢 好像老天爺真的讓我進去看一下 在十幾個人當中呢 抽兩個 我成功的被抽中 在我最低潮的時候 加入了這個大家庭 在裡面呢 除了扯鈴表演以外 有來自各個不同 台灣各個不同地方 身懷絕技的朋友 有樂團的主唱 有吉他的高手 有管樂的高手 小提琴的高手 有B-Boy 有美術設計 也有厲害的攝影的專長 在裡面呢 我們的工作不是操兵 我們不是學立正 學敬禮 我們在裡面呢 是用我們的才藝 到台灣的各個角落去做演出 印象最深刻的兩場表演 第一場表演呢 是到這個彰化的老人招呼中心 還記得那個時候我進去到這個地方 一進去就看到很多行動不方便的爺爺奶奶 有的還掛著點滴在那邊 有很多志工在服務他們走來走去 就讓我回想起我小時候 在第一場公益演出的那個畫面 那時候我覺得 來這邊表演好像還蠻酷的喔 那就在我這邊準備呢 上台演出以後 看到底下的爺爺奶奶 有的坐在輪椅上面 有的可能就拍手可能有點困難 但是當我表演完以後呢 台下的爺爺奶奶熱烈的掌聲 然後還找了一位拍手最大聲的奶奶 跟我上台一起互動 全部人都看得非常開心 還有印象很深刻的另外一場演出呢 是我到特教學校去做表演 那為了這個特教學校的演出呢 我設計了一個橋段 就是要將我手中的扯鈴 這樣子拋過去讓一個特教學生接住 再請他把手中的扯鈴丟回來給我接住 那可想而知他們可能從來沒有玩過扯鈴 更不要說完成這個動作了 那我就台下這樣隨機找了一個 看起來比較精光的上台跟我一起做這個表演 我也從來沒有想到他又會把這個扯鈴接住 當我扯鈴畫出一個完美的弧線 到他手上他居然真的接住了 而且他把手中的扯鈴自己又把它丟回來給我 我還想說他是不是以前有玩過咧 好 那就是在這個全 就是他接到我的扯鈴又丟回來給我接住以後 全場拍手 還記得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坐在我右邊的老師呢 他眼睛是瞪大的 嘴巴張大的看著我 想說天啊這個也太神奇了吧 印象很深刻坐在這個弟弟旁邊的 應該是他的家人 他的媽媽 看完這場表演以後呢 他除了很用力的拍手以外 從他自己的包包裡拿出了幾張衛生紙 在擦他自己的眼淚 那個時候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除了我自己喜歡玩這個扯鈴以外 我也可以把我的這一份快樂分享給大家 在回城的時候 我靠在車窗 我想著這兩場表演 雖然不像中國打人秀一樣那麼的大 不像日本扯鈴大賽對我來說 人生這麼的有意義 這麼的重大 但是它卻讓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滿足 也就感到非常的開心 從那一刻起 我希望我可以帶著我的扯鈴 到更多地方表演給更多人的看 那就這樣子 在兩年前我當兵退伍了 我持續往扯鈴表演者的這條路上邁進 雖然一開始可能沒有什麼人知道我 但是我卻在每一場表演都覺得我自己活著 我決定我要從街頭表演開始 還記得第一次我帶著我的扯鈴 到這個公園裡面去做表演 我覺得我自己是世界冠軍了 我覺得我自己曾經站過達人秀了 這一點街頭表演對我來講應該沒什麼吧 就在我五分鐘的表演演完了以後呢 我敬禮抬頭一看 只有三個人 其中一個人是幫我拍這張照片的媽媽 第二個人是幫我放音樂的爸爸 第三個人是在後面拿著手機的那個保全 保全在結束了以後還投了一百塊給我 跟我說要加油 從那個開始雖然只有一百塊 但是我相當相當的開心啊 我想說 保全也有在認真看我表演耶 但是我想今天只有三個人看 應該是有些原因 在每一次從表演回去的途中呢 我都會將媽媽幫我錄影的這個影片 一次一次的觀看 我看哪裡有什麼地方不好 也許是時間太短了 那我再加長一點 也許是表演的過程當中沒有跟觀眾互動 好 那我再加一點跟觀眾互動的表演 接著就有越來越多人看完我的扯鈴表演 我也在表演當中呢 加入我在2018年拿到日本大阪扯鈴大賽的 其中一個招式 我把它取名為飛雷神 它是用兩副棍子扯一顆扯鈴的一個大絕招 那這個動作呢有一點點的難度 但是也不至於到不會成功 就有一次呢我在台北的西門町做扯鈴的街頭演出 前面都非常的順利 就到最後一個動作 這個飛雷神的時候 一次 兩次 三次 怎麼做都是成功不了 現場有一點點怪怪的氣氛 那就當我想說 有點成功不了耶 不然我趕快結束掉好了 一個小朋友突然在很多的人群當中對我喊了加油 那時候我想說 天啊 那對啊 我不能放棄耶 一個小朋友喊加油 變成全場的觀眾朋友都對我喊加油 讓我好像想要下台也沒有辦法了 只好在台上硬著頭皮再試試看這個動作 最後再十一次還十二次忘記了 完成了這個動作 全場環身雷動 結束過後呢 雖然有一點點的尷尬 從來沒有在台上失手這麼多次 但是在結束以後 一位媽媽帶著她的小孩來握住我的手 她跟我說 謝謝我的這一段表演 她藉由我的表演 教回她的小孩 面對到困難的時候 絕對不是放棄 而是持續地堅持下去 可是當時的我呢 覺得很奇怪 扯鈴掉在地板上 再把它撿起來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嗎 這有什麼好感謝我的 但是那時候我才發現到 原來這十七年來 我每一天堅持練習的每一件事情 打結 掉鈴 失敗後撿起來再一次 對於一般人來說 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謝謝那位媽媽告訴我這件事情 從那一刻起我更堅定 我想要透過我的扯鈴表演 帶給大家能量 帶給大家堅持的勇氣 那這個是我這幾個月在台灣表演的照片 那這邊呢 越來越多人看我表演 我也覺得表演得越來越自在 在最後的時候呢 我都會挑戰我自己 當時練得最難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失敗了 我可能就會跟大家說 沒關係 再給我一次機會 然後最後 真的成功的時候 就會跟大家說 我在扯鈴這十七年來的故事 最後回到這張扯鈴 小學三年級的扯鈴的照片 謝謝當時八歲的我選擇了扯鈴 也謝謝那時候的扯鈴選擇了我 今天可以帶著我的夥伴扯鈴 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這十七年來的扯鈴的故事 希望現場的朋友 你們心中一定都會有自己 非常熱愛的一件事情 希望大家遇到困難的時候 如果你還是很熱愛它的話 絕對不要放棄 勇敢持續地堅持下去 最後呢 我想利用短短的三分鐘的時間 站在這個舞台上 用我的扯鈴 跟大家分享我這十七年來的熱愛 那我準備一下表演 待會正式開始 來自下巴掌握住 前ㄷ 課題 無論壯大破壞 為大家不敢放在這地方 要在這裡 為何不敢放在這里 為何不敢放在這裡 為何不敢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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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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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各位 希望你们都可以持续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